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门里想 门外是个担着安全帽的披萨店小伙子 你好 披萨外送哦 陈伯从口袋翻出一张皱巴巴的500元纸钞 从铁门栏杆间隙滴了出去 没有要开门的意思 小伙子接过钞票 把披萨跟银钱放下后便离开了 陈伯这样拿起热腾腾的披萨时 看了警戒团一两 发现有什么液体建在身上 带着温度 连带撒上了披萨纸盒 一个陌生领孔从门外探头 皮肤很白 趁着那对眼睛更摘又黑 陈伯发现少年的瞳孔里 没有光 少年对垂死的陈伯视若无睹 从背包拿出抹布跟橡胶手套 陈伯注意到 少年原本就戴着黑色皮手套 可是现在却在套上的橡胶手套 少年只顾自己擦掉楼梯间的血迹 动作非常熟练 专业炉匠 借格浴室 拎着红色抹布的少年说 少年扭动门把 找到墙边的电灯开关 在洗手台清洗其抹布 他注意到玉林后有动静 随手掀开 有个女人半径在浴缸里 双手跟磁砖墙的水龙头绑在一块 嘴里塞着烂布 浑身湿透的女人 惊恐地咬着头 发售呜呜声 似乎在求救 又想求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